非洲古此起彼落的敲打 演奏者为常温大学永续发展学成的外籍留学生 琥珀的乐音为常温大学生态教育中心落成仪式揭开序幕 生态教育中心为国际保育学者真古德博士 与常温大学合作推动根与牙全球青年环境教育计划所创立的教育中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真的感谢上帝给我们一个平安而且快乐的一天 我们相聚在这地方 为了我们未来的教育 一个特别的教育 我在这里还是要谢谢 那个真古德博士给了一个很大的启发 因为他让我看到教育可以不一样 那如何变成不一样 不是用嘴巴讲是要动手去做 我们一般的建筑大概就是建筑师设计好 发包给营造厂 那我们这个是以自立造屋的方式 所以他的建材 他的这个模式跟传统的建筑是不一样的 那也很高兴能够在建造的申请我们建管客 能够不拘泥于传统的做法 那我想那个期限应该请他 一般我们的工程大概会根据造价 有一个施工期限 比如说两年 那这个应该我应该请建管客 特别给我们二十年的时间 我现在已经听到所有的事情 都没听到 我刚才来一周 它是很再建筑的 而是一个学生 从阿亦里来自出现 当初的选择 这些非常地酷的提供 这一项目的授业 Tainan The Roots & Tutes began in 1991, so there are many young people now out in important positions in society who keep with them the philosophy of Roots & Tutes, that every individual makes a difference every day. I want to say a special thank you to the university for hosting these students, especially from Africa because Africa has so much to learn, and there can be no better place for learn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 than here. 為慶祝生態教育中心落成,與會的貴賓玩起袖子翻動泥土,一起完成填土儀式 好,那我們請所有的貴賓用手鏟出...親手鏟出土壤,然後請看鏡頭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也是非常感人的一刻 那生態教育中心,未來它會是一個用黏土、木材、竹子、水泥跟木屑、草料 這些清鋼構的這種建築材料來完成,那它會保持它的通風 我們希望它能夠用最省電的方式、永續的方式,成為一個教育的場所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能夠結合沙羅綠能科學層 還有學校正在積極籌劃的綠能與環境資源學系 外籍留學生與珍古德博士,手牽著手,圍成一個圈,呼喊著口號,為大自然祈福 這次四年前珍古德博士來到長大學,種下的本土樹種雀榮 象徵著小小的樹苗也隨著根與芽計劃的發展漸漸茁茁壯 外籍留學生也仔細地向珍古德博士介紹,為傳承環境教育理念 所打造生態教育中心工作坊 外籍留學生為了推廣環境保護理念,創作珍古德博士的畫像 一團與博士相見於台座上,成為工作坊的入口意象 喜愛動物的鄭古德博士也親自來到環生社 與流浪狗互動 長大學希望透過生態教育中心來影響再次就讀的國際生 讓它變成一個國際的永續發展基地 期許生態教育中心變成台灣教育的重要據點 國際生未來能將永續發展的理念向國際推動 長大學董淳宇、廖柏祥、蕭文彥採訪報導